在整個學期裡面 我們在不同的章節裡面 都稍微講過一些 跟青少年的心理病理有關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講過 憂鬱症跟躁鬱症 然後我們從憂鬱症 躁鬱症也講到了自殺 在青少年期 很多孩子們也會 產生所謂eating disorder 然後我們也發現說 eating disorder 其實有很多時候 它是跟憂鬱症 是有共病的關係 除此之外呢 我們其實應該還有一些主題 是值得講的 比如說delinquency 青少年的犯罪問題 是值得我們稍微提一下的 因為我們今天算是正式 第一次要講 adolescent psychopathology 所以在開始講delinquency 把這個拼圖補全之前呢 我想要用一個比較整體的角度 去看什麼叫做 adolescent psychopathology 請大家翻到書本上的438頁 其實這個也可能跟大家以前提過了 就是我曾經告訴大家有一位學者 叫做Eckenbach 那他把青少年 或者是兒童期 就是未成年的孩子的 很多跟心理疾病有關的部分呢 做了一些整合跟統計之後 他發現說 孩子們的問題不適合 像成年人一樣 用單一的心理疾病 去了解他 那他比較覺得說 其實孩子們的問題呢 基本上最好把它分成兩大塊就好了 那一個是internalizing problems 另外一個是externalizing problems 那我記得我們以前是在講 peer relation的時候 有提到說 如果你跟很多depressed的朋友在一起 如果你們一起做反除 一起做rumination 那可能就會容易產生 internalizing problems 大家互相的餵給對方 然後不斷地去反省自己 為什麼這麼難過呢 這麼憂鬱呢 反而會意發了增強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或者是緊張啊焦慮等等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在rejected children 被拒絕的孩子 那這些被拒絕的孩子 互相之間取暖 那我們又知道 被拒絕的孩子有百分之七八十 他們都有攻擊行為的問題 那這些孩子呢 可能就在一起之後呢 變成了物以類聚 或者是禁朱者赤 反而禁末者黑 那麼就造成這些孩子 他們的externalizing problem 比如說去破壞別人的東西 逃血 然後甚至做一些小小的違反他們的身份 比如說抽煙喝酒 甚至使用毒品等等的問題都相繼出現 好那所以這是externalizing problem 那青少年最怕的 就是說這些問題呢 隨著一個問題出現 就接著下一個問題就接著出現 那我們這個東西叫做cascade model cascade原來的意思是小瀑布的意思 那我們在講優譽的時候 也提到這個cascade model 意思也就是說 你只要一件事情沒有好好的處理 那麼可能接下來他就造成他的 小小的適應問題 一步一步的適應問題 那這個就是cascade model 就是developmental cascade 發展上的一路下來 的不斷的連結互相影響 那造成發展上的問題就變成 這個問題就越從小變成比較大 所以我們擔心的這個developmental cascade的問題呢 那我們當然就會去問 說在青少年的發展上 他如果psychopathology會出現的話 那到底是有什麼樣的危險因子 那會讓這些developmental cascade出現 所以我們會談一下 risk factor 以及protective factor 有什麼樣的因子是會讓developmental cascade增強的 就是一路的青少年psychopathology 就是心理病理上的那個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那以及有什麼樣的protective factor 有什麼樣的保護因子 是讓孩子呢他即使有一些不好的risk 但是問題是說因為他有這些protective factor 能夠幫助他保護他而不讓他朝向比較不好的 適應的狀況呢一路進行 怎麼樣能夠保護他 不讓他在這一個發展的路途上呢 遭遇這麼多的困難以及適應上的問題 好那如果說要看risk factor呢 請大家看到書本上的439頁 439頁告訴你說其實最重要的兩個因子 會跟這些青少年他到最後走到clinically referred 意思就是說他會去需要去看醫生 需要去用法律機構或者是醫療機構去幫助他 有哪兩個因素是這種平常的孩子跟需要進入法律機構 需要進入醫療機構的孩子不同的兩個最重要的差別在哪裡 你看到439頁上面有兩個圖 第一個圖告訴你說如果一個孩子是unhappy sad and depressed 如果他是本身就非常不快樂 非常憂鬱非常難過 好那可能剛剛開始還不構成一個在臨床上的憂鬱 但是問題是說如果這個孩子就是很不快樂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危險因子 那還有一個就是poor school work 如果他的學校功課不好的話 好那這兩件事情呢 又男女生你又看到那兩條線的話 你又發現說對女孩子來說 他因為憂鬱難過不快樂 而慢慢慢慢的朝向需要透過機構 來去處理他的狀況是比男生要多的 而相反的如果男生是功課不好的話 那最終他需要家長可能老師會需要去求助醫療機構 求助法律機構的可能就是男生的主要問題就是school work 就是學校功課太差 好那如果怎麼樣能夠先避免到這兩個危險因子 其實就對孩子有非常好的用處 那所以各式各樣的這個補習功課 或者不是說到補習班去補習 而是幫助弱勢的孩子 能夠不要讓他們在學校功課上面呢太差 然後就離這學校越來越遠 到最後因為跟學校的程度差太多 讓他反而就是載學不想去學校 因為根本學不到新東西 然後上課的時候都很無聊 怎麼樣能夠讓孩子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對一個孩子未來的適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那從這樣的角度看危險因子 我們簡單介紹之後呢 那我們下面就要看保護因子 那保護因子我們除了說他是一個protective factor之外呢 還有一個字值得認識 就是所謂的resilience 好所謂的resilience簡單的說 就是你去查字典的話 可能告訴你是彈性啊 或者是韌性啊等等這樣的字眼 好那所謂的resilience就是說 在這個世界上總是有一些孩子 他在從小成長的過程中 是命運乖簡的 可是這些命運乖簡的孩子 就是有些人有辦法 從那些比較不好的 比較deprived 比較沒有什麼資源的情境中站起來 然後呢 後來發展得很好 所以心理學家就在想 當一個孩子有長期的慢性的創傷 或者是像921地震那樣的 就是突然發生的大的創傷的時候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重新站起來 後來發展得很好 有些人卻一落千丈 好那這個一落千丈跟就是 異君突起之間 到底這些孩子的resilience 他碰到創傷的韌性的差別 在哪裡 好那在很多的研究之後呢 請大家看到書本上的445頁 那這是現在一個非常有名 也被大家所非常認可的一個模式 就是這個 Ann Mason 這個人告訴我們說 resilience 其實跟一個人 他自己 他身邊 以及他的外圍的社會 所有的 所擁有的保護因子有多少 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你看到他 在這個表裡面呢 分成了三個source 三個來源 那一個呢 他雖然畫成的是表格 但是我這樣子畫 一個是individual 然後另外一圈 是family 然後再大的一圈是extrafamily 是家庭之外的 那我們來看看 在表格裡面 我們說一個人 自己小孩本身的保護因子 有哪些呢 比如說 good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比如說這個孩子 他本身的智能是不錯的 然後呢 他是一個appealing sociable 就是大家覺得喜歡他 然後他自己有一些 基本的社會能力 社交技巧 然後呢 easy going 他是親和力很強的 是很容易被 就是很容易跟別人相處的 然後self confidence 他自信心還不錯 然後有足夠高的自尊 然後他有一些才藝 有一些天分 以及他有一些宗教信仰 這些東西 他有信仰 有天分 然後有才藝 然後自己又 自己有自信 或者他能夠跟人家交往 他親和性很強等等 這些都是一個孩子 他的保護因子 他如果能夠有這樣的一個 自己的保護因子的話 他就會吸引到外界正向的資源 去攀附於他 附身於他 而他如果他沒有這些 保護自己的這些 這些特性的話 那往往呢 就容易被外界的更多的 其他的比較不好的資源 跟那些外界不好的資源 所結合 讓他比較容易一泄千里的 往比較不好的適應發展 第二圈是家庭 家庭有些什麼呢 就比如說他的父母親是關心他的 他跟父母的關係是親近的 家庭教育裡面呢 有很多的結構性的 是對他也有期待的 然後呢是authoritative parenting 就是給他規則 但是又給他了自由度 那或者是他的家庭裡面呢 社會經濟的狀況不會太差 足以溫飽 那甚至有更好的資源 那讓他有機會去 比如說學才藝 讓他有機會去增進他的功課 等等參加活動 增廣見識等等 這些都是重要的 然後呢 如果說他的家庭本身 父母親 願意跟就是延伸出 除了核心家庭之外 大家庭的關係是好的 那他當然就可以在大家庭之中 也得到比如說表兄弟姐妹 或者是祖父祖母等等 外祖父外祖母等等的協助 那如果他的大家庭也是有很多人 去用一個比較supportive的角度 去幫助他的話 那他就等於是包圍在一個 大家都愛他 大家都支持他 又溫暖的情境裡 那他在這樣子一個環境裡面生活 那對這個孩子也是重要的保護因子 好 那如果說沒有這些保護因子的話 那這樣當然就要靠這個 extrafamilial support 就是家庭之外的社區裡面 可以給他什麼呢 比如說除了家庭之外 有別的老師或是同學的媽媽 同學的父母很關心他 或者是說他有機會去參與好的正向的一些組織 社區的組織或者是宗教組織 那麼是關心這個孩子的 然後或者是說他所去的學校 是一個關心孩子的學校 那老師關心他 學校的輔導人員關心他 同學關心他 那如果他在這些家庭之外的 很多的機構 或者是很多的他每天要去接觸的人身上 他都可以得到支持的話 那對這個孩子來說也是保護因子 好 那這些保護因子都有助於孩子 在面對創傷 不論是緊急的創傷或者是慢性的 生活上的一些不好的狀況的時候 可以幫助他能夠 從這些壞的環境裡面站起來 好 那我們講完了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對孩子的 Psychopathology 的概念 我想可以這樣說 我們現在對心理疾病的概念就是說 他絕對不是單一來自遺傳 生理或者是環境 那每個孩子都可能有一些患病的體質 就像一個人會過敏會感冒 有些人比較容易感冒 有些人比較不容易感冒 是完全一樣的 那所以每一個人他都有自己的體質 以及自己的遺傳 以及外界的支持與不支持 還有他自己的心理狀況 那這些總合起來 才是 Psychopathology 會發病的原因 而對一個小孩子來說 其實他那些遺傳可能還沒有有機會 去體現在他的身上的時候 如果我們就可以給他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讓他從小在一個比較安然無餘的狀況底下 能夠好好的成長 發揮他最大的潛力的時候 那將來 Psychopathology 出現的機會 就是會比較少的 所以這些支持其實對孩子是 以及他自己本身的保護 其實對他是很重要的 那有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我們講特殊的這些 比較特定的狀況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 Juvenile Delinquency 就是青少年的犯罪 那如果說我們要給他一個比較正式的 在診斷標準上面的名詞的話呢 我們叫他 Conduct Disorder Conduct 行為 就是這邊的 Conduct 是行為的意思 那所以我們如果要把它翻譯的話 應該是把它翻成品性或者是操性 那所謂的品性操性的疾患呢 意思就是說這個孩子 他其實是在行為上面出了一些問題 而且將來可能有擔心他到 終究會變成一個犯罪問題的 那我們叫他 Conduct Disorder 那英文也叫他 Juvenile Delinquency Juvenile 這個字 是青少年的意思 或是年輕人的意思 年輕人的 Delinquency 就是犯罪或者是違反 違反正常的狀況的違反行為 那叫做 Juvenile Delinquency 那可以請你翻到 454 頁 上面你會看到兩個小小的黑體字 兩個小黑點 那這兩個小黑點告訴你說 Juvenile Delinquency 我們大致可以把孩子的行為 先分成兩個大項 那一個叫做 Index Offenses 第二個叫做 Status Offenses 這個 Offense 是攻擊的意思 所以那意思也就是說他在行為上出了問題 Index Offense Index 是指標的意思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所謂指標性的攻擊行為 意思就是一般大人所謂的犯罪行為 所以指標性的攻擊行為 你們說比如說包括什麼呢 包括搶劫 包括殺人 包括比如說強奸 這些你就看到是 普通一般大人都如果做了這些事情的話 那他當然就是犯罪行為 所以叫做 Index Offense 叫做指標性的犯罪行為 可是對青少年我們要特別注意 就是所謂的 Juvenile Delinquency 有些時候他不構成犯罪 他可能在法庭裡面所判的 就算被判也判得很輕 但是問題是說他對於 青少年未來的適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這些東西叫做 Status Offenses 所謂 Status 是身份的意思 或者地位身份的意思 那 Status Offense 就是說 在這個年紀 對這個年紀的小孩子來說 他其實是 也是不應該做的 所謂的 所以有人也把這個 Status Offense 在青少年期講 就講叫做 Juvenile Offenses 就是青少年或是未成年人的這些攻擊行為 那這些攻擊行為包括什麼呢 包括你們書本上有寫 Truancy 是逃學的意思 Running away 逃家 Fire setting 縱火 Cruelty to animals Cruelty to animals 當然就是 動物保護裡面 我們會說虐待動物 Breaking and entering 就是闖空門 Excessive fighting 當然就是跟人家打架 這些東西算是 主要就是 如果說你真的要是品性疾患的話 那 我們以前介紹 比如說介紹 憂鬱 或是躁鬱的時候 都會給你診斷標準 就是說比如說在 多少時間之內 還要發生多少行為 那 所謂的 Conduct Disorder 比較確切的診斷上的定義 就是 剛剛我說的這些行為 至少出現三種 在過去的六個月裡面 出現三種 而且這個孩子是 小於15歲就出現 如果他小於15歲 就出現這種行為 而且在六個月之內的時間裡面 有至少三種這種行為 那我們就可以 所以很確切的在臨床上 診斷他具有品性疾患 好 那這些品性疾患呢 通常我們還會去問一個問題 就是他是 所謂的 Early Onset 還是 Late Onset 所謂 Early Onset 就是早發行 就是在 Childhood 在小學階段 比如說五年級之前 他就已經有這些行為了 叫做 Early Onset Conduct Disorder 那 Late Onset 就是比如說他到國中 那國中就是 年輕氣盛 氣血 茂盛 這樣子就是 好勇鬥狠 然後他出現這些行為 Late Onset 所以你可以分這個 Early Onset Childhood Onset 或是 Late Onset 就是 Adolescent Onset 這兩種 那現在的研究其實是發現說 你越早出現這些行為 他的慾後越不好 就是慾後就是慾其他往後的適應狀況 那你會發現越是早發行 他的 Prognosis 就是早發行的小孩子 他的慾後其實是比較差的 那慾後比較差的意思就是說 他將來可能會有一些更嚴重的 更劇烈的一些 Offenses 那意思就是他可能走上 走上所謂的 Index Offense 的可能性會更高 他可能將來犯罪的可能性越高 走入法律制度底下的結構底下 需要去處理的可能性會比較高 然後也發現說這些孩子 其實他將來會出現精神狀況 Psychiatric Symptoms 有一些精神疾患的 病徵的可能性也越高 所以 Early Onset 的攻擊行為 是非常不利的 對孩子來說 我們對慾後的可能性是不利的 好 那我們就會問囉 那如果我們怎麼樣去避免 或是到底這些 Early Onset 的小孩 到底怎麼樣有關 就是 Early Onset 到底要怎麼樣去避免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一個孩子這麼小 就會有品性疾患的這些現象出現 就是高攻擊行為等等 到底我們要用什麼樣的辦法去瞭解這些孩子 那我想先提醒大家兩個我們念過的理論 那一個是 Erickson 的理論 那一個是 Carl Roger 的理論 那這都是我們兩個 這兩個學者都是我們介紹過的人 那 Erick Erickson 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 Delinquency 他說 Delinquency is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identity 就是說當我去做這些違反行為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個目標 就是我在這些行為中 我在做 Experimentation 我在做實驗 然後我想要透過做一些行為 去認定我自己的特性 去認定我自己是誰 那我想同學們到了一個年紀都知道 就是在年輕氣盛的時候會做一些傻事 然後現在會想起來覺得很後悔 可是年輕氣盛之所以會做這些傻事 其實他的目標就是去 去知道我自己是誰 去了解我自己是誰 去凸顯我自己的特殊性 好 那我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好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可能就是他沒有用 比較正向的比較適應性的方式去凸顯自己 而用了一個反向的方式 就是做了一些 Index Offense 或是做了一些違反行為 好 那這是 Erickson 覺得違反行為有這樣子的功能在 好 找尋自我認定的功能在 好 那 Carl Rogers 怎麼想呢 你記得 Carl Rogers 我們提到說 他在這個案主中心治療法裡面 要這個個體去找尋自己的 Possible Self 然後我們說 Possible Self 有兩端 一端是理想狀況的 Ideal Possible Self 另外一個是 Dreaded Possible Self 就是如果你找的是 Hope for Possible Self 的話 那你當然就是我希望將來變成這樣的人 然後我們說 Dreaded Possible Self 是 我一輩子都不希望我自己這樣子 都不希望變成那個 Possible Self 可是我們說如果一個人只有 Dreaded Possible Self 卻沒有 Hope for Possible Self 的形象的時候 他往往就落入另外一個極端 雖然他很不希望他自己變成那樣的人 可是因為他沒有一個榜樣 沒有一個 Role Model 讓他朝一個正向的方向去走的話 也許他就會落入 Dreaded Possible Self 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想法 去想下面我們看到的一些現象 也可以用 Carl Rogers 的所謂的 他講過的另外一件事就是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s 就是說一個孩子他需要在 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s 的情境裡面 去探索找到自己想要成為的那個人是誰 所以我們從這樣的幾個概念放在心上之後 我們把可能造成 Juvenile Delinquency 的 Antecedent 就是一些 Juvenile Delinquency 的前因 我們把他一個一個列出來 第一個我們要看的是所謂的 Parenting 到底親職做了些什麼不做些什麼 是會幫助一個孩子他不要這麼早出現 Juvenile Delinquency 的現象 不會出現品性疾患 我們其實以前前面講過的 Parental Monitoring 你知道你孩子現在在哪裡 跟誰在一起 正在做什麼 他幾點會回家 對不對 Monitoring 還有 Management 這都是我們前面講過的 對不對 Management 講的是說我怎麼樣去 Set up 我孩子每天的生活狀況 他的結構 我在哪個社區裡面 讓孩子在哪個社區裡面跟同學們活動 我是不是有幫他找到適合的朋友 那我們是不是去參加一些公益活動 我們參加的組織是什麼 讓我孩子碰到的別人是什麼樣子 那如果我行有餘力的話 我是不是搬到一個比較好的社區 那可是有問題的就是說有些 比如說如果社經地位很差的父母 他自己必須要忙於工作 因為他要賺這麼多錢才能夠養活自己 養活孩子 而他沒有這麼多時間陪著孩子 而他能夠住的地區可能又比較不太好 犯罪率比較高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 孩子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那父母親的 Management 就沒有辦法 真的體現出來 那這也是在一個情非得已的狀況底下 可是 Parental Monitoring 跟 Management 的確對孩子的 違反行為的出現是 是否會出現是有關聯的 那還有呢就是 Security Attachment Security 那爸爸媽媽的 Warmth 跟 Responsiveness 父母親的溫暖 父母親的回應 那給小孩子的是他的 Security 那 Security 本身跟違反行為沒有關 可是問題是說如果孩子對父母親 是有安全依戀的話 那這個安全依戀的小孩 他也比較會願意去接受這個 依戀對象的價值觀 比較願意去聽依戀對象的話 那所以 Security 跟 Warmth 跟爸爸媽媽的 Warmth 跟 Responsiveness 是間接也會跟孩子 是不是把父母親當作好榜樣有關 而在這個狀況底下呢 也可以減少他們會去做違反行為的機會 那還有第三個就是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那這個我們剛剛才提到 那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也是 父母親給了孩子一個範圍 在這個範圍之內他可能會嚴管 可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他給孩子很多的自由度 讓孩子覺得他是有選擇權的 可是在他跟孩子討論過之後 他給孩子一定的一些規範 那當這些規範能夠遵守的時候 孩子其實也不會出太大的差錯 那以上我們三個談的呢 我們都是從正向的 從保護因子的角度去談 那下面我們也是談 Parenting 可是我們介紹的卻是一個 Risk Factor Coercive Parenting 比較是 我們在講親死關係理論的時候的一個理論 通常大家大概到發展心理學的課程裡面 大概會聽到一些 但是因為你們書本上有介紹 所以我也翻出來跟大家講一下 請大家翻到 456 頁 456 頁呢 我們在下面看到一個 第一行看到一個人名叫做 Gerald Patterson Patterson 他自己是一個很有趣的人物 他小時候也曾經做過一些違反行為 那所以他後來呢 他的大部分的研究都在做這個攻擊性高 或是甚至有這個犯罪傾向的青少年 然後他很多的研究都是在法院裡面做的 所以他就去研究這些孩子的家庭 所以他後來就成立了一個理論 那叫做 Coercive Parenting 的理論 那 Coercive 這個字呢 我們把它翻成高壓強制好了 那他說這個高壓強制的 Parenting 呢 還是高壓強制的 Home Environment 然後呢 Patterson 用的完全是用 reinforcement 的角度 就是用行為學派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那他的理論非常有趣 他說其實我們在生活中呢 有的時候會有被 negatively reinforced 我們要回頭來講一下行為學派裡面的 negatively reinforced negative reinforcement 是什麼意思 好 所謂的 reinforcement 是增強的意思 所以你有 reinforcement 就是說你的行為會增強 可是呢 行為增強有不同的辦法 如果你做了一個行為 別人誇獎你 給你正向的一些 reward 比如說 小明啊 你真是一個很好的孩子 很棒的孩子 小明啊 我們出去給你買一個獎品 這個東西叫做 Positive Reinforcement 他用一些正向的方式去增強你的行為 所謂的 Negative Reinforcement 是說 你的行為仍然是增強了 但是他是負向增強 意思就是說他把一些不好的事情拿掉 比如說 爸媽一直念你 一直念你 一直念你 說要考好 要考好 你覺得很煩 但是呢 你就覺得說 這麼煩 那我整天都被念 那我就只好考好吧 可是我考好之後 只要我成績夠好了 我到下次月考之前 我的耳根就清淨了 就是我就覺得說 沒有人再去 沒有人在我耳邊一直唠叨 讓我很難過了 好 那因為沒有人在我耳邊唠叨 讓我很難過 我反而覺得說 我被增強了 只要我考好 我就不會被唠叨 我就不會覺得難過 那所以我就繼續考好吧 所以你的這個行為被增強 並不是因為有人給你一些獎賞 你的行為被增強 是因為那些原來討厭的東西 那些aversive stimuli 那些讓你覺得很厭惡的那些刺激 都會消失 這個叫做 negative reinforcement 叫做負向增強 你有了這個負向增強的概念之後 我們來看看 coercive family environment coercive home environment 是長什麼樣子的 高壓強制 那我來舉個例子 比如說有小英 大華 小英的哥哥叫大華 比如說有小英跟大華兩個人 他們是一對兄妹 然後大華可能就 說成績很差 然後又不喜歡洗澡 那小英呢 也許就是在家裡 是比較小的小女孩 所以呢 他就常常做什麼事呢 他常常就會去取笑大華 說你看你這次考試 又考全班最後一名 然後呢 就不斷的去取笑大華 好 取笑大華之後大華受不了了 大華就罵回去 小英就閉嘴了 好 大華罵回去 小英就閉嘴了 好 大華罵回去 小英閉嘴之後呢 大華就覺得說 我罵你是有用的 我大聲的阻惡你 甚至威脅你說 你再這樣我就要揍你 是有用的 為什麼 我只要講了 你在這樣我就要揍你 他就不取笑我了 好 所以我的這個 你在叫我就要揍你了 我就大聲對他咆哮 罵他 把小英罵回去 是有用的 這個行為被negatively reinforced 因為那個小英一直去取笑他的聲音 就不見了 好 那 這是第一回合 可是呢小英被罵了以後 又不甘心 小英呢下次就覺得說 我隨便這樣子取笑你 你這樣就罵我 我不甘心被你罵 然後小英就 下一回合又來了 就跟大華說 你這個笨貨 你這個笨蛋 同學就都叫你笨貨 我也來叫你笨貨好了 那我只是在複製同學們跟你講的笨貨 既然同學在學校叫你笨貨都叫慣了 那我也來叫你笨貨好了 好 所以小英很生氣 因為很生氣他就繼續 想個辦法去捉弄他 好 因為他不服氣嘛 所以他就繼續捉弄大華 好 那大華呢第一次被捉弄呢 已經 前面已經被取笑 已經很 很氣了 小英現在呢 因為更氣 他就要想一個更 強烈的辦法 讓大華更不爽 然後他想要去報復大華 因為他剛剛受挫 所以他去報復大華呢 大華這一次就 不是用罵了 他就因為小英講的更生氣了 他就用打的 就真的開揍了 就去揍小英 揍小英之後 小英就又嚇到了 哇 你居然敢要揍我 然後我一時之間愣住了 然後就 而且打得很痛 他就開始哭 可是呢 他就不再敢用那個同樣的方法去捉弄大華了 所以大華就發現說 欸 我用打 有效 你剛剛 我剛剛用罵的 你再回來對不對 好 那我就用更狠的狀況 我就打你 好 所以大華的這個行為 再一次 被negatively reinforced 好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小女孩 小英 不再 罵大華了 可是呢 小英呢 又想說 好 那 你這樣子是不是 我就回來 小英也用打的 小英也用打的 大華就打得更厲害 小英 小英這樣的行為呢 就是 又讓大華打得更兇 又被negatively reinforced 然後呢 這個 小英呢 就又停了 一時之間 你就覺得小英是個弱者 他雖然每次生氣 每次想要報復 但是呢 總是被大華用更大的方法打回去 然後他好像不斷的就是 在做一個negative reinforcer 做一個增強者 去增強了 他不小心的 就增強了大華所有的行為 好 可是呢 你可以想像到 小英在這個時候更氣對不對 他又被罵 又被打 又打得更兇 他已經氣到無可奈何了 他突然忽然想到一個妙計 他跑到廁所裡面去拿了 一堆會晤 跑來 往大華身上一焦 你想想看大華會怎麼樣 他當然嚇傻了對不對 大華嚇傻了之後 他就不敢打小英 就愣在那邊 也停住了 所以小英就發現了說 喔 我前面用這些方法不行 那我就是要出其至勝 我用了這個方法 我又不必因為我自己嬌小 然後呢 體弱 所以呢 跟你打不贏 所以我就想了別的辦法 用更狠毒的方法來治你 結果小英的這些 波會晤好了 波會晤的這個行為呢 就讓大華呢 就停了 愣住了 嚇壞了 跑去要換衣服了 好 那所以呢 不但大華被negatively reinforce 了這麼多次 小英呢也使出絕招 也被negatively reinforced 因為他發現他有辦法治大華了 然後大華那後面前面做了這麼多事情都被 就是到現在被嚇壞了 好 這個兄妹一來一往 媽媽回來了 媽媽看到說 你們怎麼搞得這樣打來打去 媽媽進門來說 好 你們這兩個傢伙 都不應該 我兩個人都抓起來痛打一頓 好 所以呢 媽媽就開始處罰兩個小孩 她覺得她有道理啊 她是公正人啊 就是兩個人都做的不對 我兩個人都處罰 好 兩個人都處罰之後呢 兩個孩子都嚇壞了 都開始哭 都開始噤聲 他們不敢再打了 因為媽媽已經出手 止住了兩個人了 所以媽媽最強硬對不對 好 那爸爸媽媽出來打了之後呢 孩子們這些行為沒有了 所以媽媽的打 媽媽的體罰 被negatively reinforced 有很多家長會說 你看這些孩子就是得要打 你不打他 你不用這種強力的手段 他們是不會停的 好 很多父母親理直氣壯的 跟你講這句話 他為什麼這麼相信 責罵 不只是要就是用什麼 其他的方法 而是要用打 才能夠解決 用體罰才能解決問題 就是因為打 孩子嚇住了 然後孩子就停了 所以爸媽的這個打 他就是覺得 這是唯一讓孩子 能夠不再做這件事情的 最好的辦法 爸媽媽自己被negatively reinforced 可是你想想看 當這個孩子被打了之後 這兩個孩子其實他們之間的爭執 並沒有解決 他們還是互相恨對方 小英被哥哥又威脅又打 哥哥到最後又被小英做了這樣子的事情 他們兩個是互相不平的 然後呢 越來就是爭議越來越打 所以呢 媽媽就說 打你 好打完了之後呢 兩個人又在私下又開始爭吵啊 什麼什麼 然後也許又浮上檯面來了 可是媽媽看到說打 上次打 打得這麼厲害都沒用 兩個人的關係浮上檯面的話 媽媽就說 你們兩個人真的是自己去解決吧 我頭痛我回去睡覺了 所以媽媽把他的房間門一關 他決定說 好啊你們要打 讓你們打 你死我活好了 他生氣了 他發現他管不住了 因為他剛剛已經打過了 好 這兩個孩子又開始爭吵 所以呢 兩個孩子的爭吵 又被reinforced 因為他發現媽媽最後會出手 之後會退縮 所以當媽媽下一次退縮的時候 他們就知道說 我只要再厲害一點 這個authority 這個威權出來管我們的人 也會撤手 好 那所以呢 又是我們兩個世界 我們要自己處理了 那就我們兩個誰比誰狠吧 好 所以呢 我講了這樣子的故事之後呢 希望大家都知道的是 coercive home environment 就是這個狀況 一層又一層 一層又一層 我只要比你狠 你前面的那些壞行為 就不會再傷害到我 可是我比你狠之後呢 那個人又會找一個更狠的行為 讓我嚇到 讓我退縮 所以我們兩個不時不時的 就在那個層層疊疊之中 把我們的爭議升得越來越高 把我們的手段用得更絕絕 互相比狠之後呢 他就變成了一個高壓強制的 所謂的coercive home environment 你可以想像到這些人 當他在家裡用了這些技巧 他到了街頭 就是那些街頭霸王 你就是發現說在街頭裡面 有一些漁犯少年 他很早出道 他很狠 他敢做很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 那這些勇敢是怎麼來的 其實很可能是在家庭的過程中 不斷的一步一步一步的 被耗勇鬥狠的習慣 被negatively reinforced 我只要比別人更強 更強更狠 我就可以獲得上風 那我就是不斷的被增強的 這些行為之後呢 這些孩子到最後就變成了delinquency 變成了甚至到了犯罪 到了所謂的index offense的層次 這是父母 可能帶給孩子在家庭中間的 各種保護因子 以及危險因子 當我們在講 juvenile delinquency 的時候 我們說我們想要知道 到底有哪些的前因 那我們上次講到了說 很多的 parental factor 可能是危險因子 或者是保護因子 那我們下面還要再講 一個家庭的因素 那就是 手足 手足可能對孩子們 他將來會不會走上了 品性違反的這條路呢 其實也是有影響的 那一種影響呢 跟我們上次講的 所謂的coercive family environment 是有關的 那我們上次 在講這個 coercive home environment 的時候 有提到了 一個哥哥跟妹妹爭吵的例子 你可以在想像中是 他們兩個互相 為給對方的行為 正好加速了兩方 負相行為的 negative reinforcement 而造成他們越來越狠 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負相 然後不但是關係不好 而且呢 互有敵意 而且會用更激烈的手段 去影響對方 或是去處罰對方 攻擊對方 所以呢 這種 hostile 敵意性的 sibling relationship 如果呢 在家庭裡面 沒有被好好的處理 反而因為父母親的一些責罰 或是一些父母的 本身的攻擊的榜樣 反而加深了兩個孩子 他們的攻擊的能力 而且同時也讓 互相與對方 產生恨意 敵意的話 那麼事實上 你可以想到 這個孩子也可以把這樣的情況 帶到社會上 帶到他所相處的 其他的情境裡面 而成為一種 好勇鬥狠的作風 那還有就是 older sibling delinquency 大的帶小的 這也是常會看到的現象 就是因為家裡有一個 大的哥哥姐姐 那他們做的 做行為做事的方式 他們的品性操心是有問題的時候 那跟著連帶的小的也一起 就是有樣學樣 或者是透過這種 coercive 的這個互動 而造成了 第二個孩子 第三個孩子 也跟前面的孩子 有類似的行為模式 好 這是 sibling factors 那還有一種可能的 juvenile delinquency 是 peer factors 就是同儕之間的互動 那如果你記得的話 我們以前講 social status 講社會地位的時候 提到 rejected children 的攻擊行為 那事實上就是說 如果一個孩子 是被 被其他孩子所拒絕 因為某些原因所拒絕的話 他當然會自然而然的去 到別的團體裡面去靠攏 那什麼樣的團體會接受他呢 就是其他攻擊行為高的 同儕 那他們可能在班上 都被一般的孩子所拒絕 那這些被一般孩子 所拒絕的孩子 就會相互取暖 然後成為一個 deviant groups 然後那在這個 deviant groups 裡面 雖然他們之間 也許很要好 看起來很要好 因為他們像是一個團體嘛 可是他們其實攻擊行為都很高 那所以過去也有研究者 特別去研究這些 rejected children 所聯合起來的這個同儕團體 同儕的友誼 那也發現說這些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候 攻擊性高 而且也有猜忌 也有等等的狀況會發生 這是 peer factors 可能影響到一個孩子的 delinquency 那還有呢 就是他自己所成長的環境 所謂的 high crime environment 的意思 就是說如果一個孩子 他剛好生存的環境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 比如說是一個犯罪率很高的環境裡面的話 那他每天耳濡目染 就有可能呢也會跟著 造成了他也會有樣學樣 那 high crime environment 呢 當然就是為什麼會對這個孩子造成影響 一方面當然是 modeling 當然是他有樣學樣 可是還有一種可能性 我們覺得比較擔心的 是說在這樣的一個 high crime 的情況裡面 大家的價值觀 大家的價值觀會覺得是 可以用攻擊行為 可以用 index offense 或者是 status offense 來解決問題的 他們覺得攻擊是 ok 的 是去給人家教訓 用肢體攻擊給人家教訓 或是去搶人家 去凌入人家 是一種可被接受的價值觀 覺得說我就是可以用這種方式 去給人家教訓 當你覺得說 這是一個可被接受的價值觀的時候 你做的時候你不會有恥感 不會有道德的 就是覺得自己違反道德的 這樣子的難過 所以就更容易使出這樣子的手段 去解決他所面對的社會 或是人際的問題 或是甚至經濟問題 所以 high crime environment 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是價值觀對一個人的影響 甚至比別人告訴你說 這個行為的 modeling 本身還要對一個孩子 有更長遠的影響 好 這是關於環境裡面的 那還有呢 就是我們回歸到 在我們開始講 Psychopathology 的時候 我們說有兩點 是讓孩子會走向可能有臨床上面 或者是醫療上面 或者是法律上面的議題的兩個原因 一個是他不快樂 第二個是他功課不好 那所以呢我們也發現說 其實是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當他功課不好的時候 當他跟同學差很遠的時候 當他在學校的學習裡面 找不到任何的成就感 找不到任何的樂趣 然後學校就教的東西對他來說太難 他根本聽不懂的時候 那他最後就會錯學 就會逃學 那這種錯學逃學給他的經驗 就是他可以在外面的花花世界裡面 流連 如果你記得我們在講這個 家庭關係的時候 我們特別提到流連這兩個字 當他不流連於學校 不流連於家庭 而跑到外面去找樂子的時候 其實就給他了更多的機會 去暴露在一個比較危險的環境裡面 尤其當他未成年的時候 他自己的自我判斷比較差的時候 就有可能走上歧途 那最後一個呢 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我想你可能應該記得 在同儕關係的時候 我們講過社會訊息處理 那社會訊息處理的過程 每一個孩子都可能 因為在每一個過程 比如說他對線索的解釋不同 然後他是不是看到這樣的線索 以及他找尋什麼樣的方法 來解決社會衝突 然後他想到了什麼樣的方法解決 他對每個方法來評估的個別差異 都會影響到一個孩子 他怎麼樣去處理衝突 那所以我們過去的研究也發現 當一個孩子他在社會訊息處理上面 每一個步驟的問題 都可能會去影響他 在處理一個事情的時候 採用攻擊的角度去處理的話 那問題就比較大了 好 以上是我們關於這個 antecedent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所做的一些介紹 那下面我們就是要去講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去防範以及介入 如果說孩子們已經發生了這種狀況的話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助他們呢 請你們翻到書本上的458頁 大標題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Programs 底下 的第二段 那第二段的 第四行開始 他介紹了一個後攝性的研究 一個整合型的研究 meta-analysis 他去介紹五種不同的介入方案 那第一種叫做個案管理 case management 第二種叫做 individual treatment 就是個別型的介入 那第三是 youth court 少年法庭 所謂少年法庭的介入方式的意思 就是說 當你這個孩子可能他有一些 status offense之後 或者是甚至是 index offense之後 可是他未成年 所以你當然就進入這個少年法庭的體系呢 那法官可能就採取一些保護管束啊 等等的措施 或是社會服務等等的措施 那希望這些過程可以幫助青少年 好 那第四種叫做 restorative justice 所謂的修復性正義 那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孩子沒成年嘛 所以這個restorative justice 就是說可不可以 用調解 用與雙方會談 然後讓那個小孩子了解對方所受的傷害 予以彌補 然後對方也願意接受說這只是個小孩子 用一個調解的做法 來幫助這個孩子去認識說 他對別人所造成的傷害 所以我們叫他restorative justice 就是修復性的正義 修復式的正義 那還有最後一種呢 第五種叫做family treatment 就是所謂的家族治療 他就研究說到底哪一種 以上的五種的哪一種方法 是最有效果的 能夠幫助孩子的 後來發現是家族治療的方法是最好的 那怎麼樣好法 就是你發現說 家族治療的效果是這個孩子復發 再次去做這種違反行為的可能性 統計上是比較降低的 那家族治療到底做些什麼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切入 第一個角度就是希望這個家庭裡面的互動模式 是比較正向的 那就是透過一些家族治療 讓家庭裡面的人能夠互相了解 可以在互相互動的時候能夠採取比較正向的角度 然後對別人的看法也比較正向 那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能夠讓他們家庭裡面的互動模式是比較輕鬆 比較愉快 比較正向的 那或許對這個青少年 他就因為有家族的支持 以及家族的溫暖 就讓他比較能夠不會再去外面流連 也比較不會再去做 跟父母的價值觀可能不相容的事情 好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就是特地給這些家長一些技巧的訓練 讓家長知道他們在親職行為上的 行為上應該要做些什麼樣的調整 然後才能夠去幫助父母親去監督 以及去管理他孩子的行為 那這些監督管理的行為要怎麼樣做 孩子才會接受 那這個部分因為我們在親職行為的時候 或者是在講rejected children的時候 講父母親要怎麼樣去面對這些孩子 都講了很多 所以我們不在這邊重複 但是就是提醒大家親職行為 對孩子的發展的重要性 在品性疾患這一部分 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對孩子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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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孩子的發展